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话题可说是相当火热 从马斯克和普京的秘密对话到美国政治的种种趋势 大家的意见也是百花齐放 我们听到不少人对于马斯克最近的动作表示担忧 特别是他与普京的联络引发了不少安全问题 真是让人感到紧张又好奇 而我们的朋友们似乎也对于美国的政治局势有不少看法 特别是针对哈里斯和川普的表现 不少人认为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的表现相当尴尬 甚至有人提到他的回应让人担心他的能力 而川普的支持者则表示 如果他再次当选 马斯克可能会成为他的重要助手 这样的组合真是让人期待又担心 最后我们也聊到了社会上对于幽默和包容的需求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 很多人开始渴望能有更多的娱乐和轻松的氛围 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讨论中找到共鸣 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笑声和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Zimon说 你怎么最近越发普信了 如果我看法有变 会在这里说的 老万 说 像老比尔 嘴上讲量化分析 你让他量化一下试试 他连计量单位都不懂 程大厨 说 普信是什么鬼 京东自营 YYDS Zimon说 你问Bill他说他有最新案例 程大厨 说就像老何说的 这有啥好关注的 我是没兴趣 Bill下滑线 Chen说 这老家伙 今日留你性命 I'm true了 Running下滑线 Man Hima说 外媒报道杨丽 可能是因为此事件涉及女权 Simon说 中国男人应该还莫蠢到 要抵制这个吧 程大厨 说 要么你有空给研究下 Tussie Gabbard 有没有成为第一位女总统的可能 老万 说 回去复习中学物理了 喜极而泣 Hima说 估计外媒还会报道金星事件 因为此事涉及LGBT Zimon说 等什么时候 夏威夷独立了 再一步迟 老万 说 金星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程大厨 说 看不起奥巴马 Hima说 自己查 Zimon说 这思维跳跃的我跟不上 早饭还莫吃 程大厨 说 哈里斯赢了 下次来请你吃 Omarchus Smile Zimon说 这智商税 你还是留着吧 亲自做碗面就行 Yuma说 实际上 杨丽事件在国内 没有那么大影响力 比这件事影响力大的 有的是 程大厨 说 川普败了 这钱花了 也开心呀 Fly100说 哈里斯 这个回答好尴尬 老万 老万 说 哈里斯不行了吧 CBS采访作弊 CNN采访又翻车 左派媒体每次想帮他都把他进一步推向深渊 基本上每次采访问他的问题都差不多 他竟然一次都回答不好 即便是同样的问题 叶钦说 四两拨千斤 重点在于拨 不是举 也不是推 而是拨 他并不是要通过四两的力量对抗千斤 而是顺势而为 躲过千斤的打击 同时利用对方的冲力 脚下使个小绊子 胳膊再帮忙顺一把 对方就摔出去了 这是物理上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 一颗小行星撞向地球 只要在侧面给一个较小的力 行星就会偏离原有轨道撞向别处 这才是四两拨千斤的概念 请勿混淆概念 实验说 埃隆·瓦斯克与弗拉基尼尔 途径的秘密对话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和美国的主要对手之间的兵器接触 引起了安全问题 话题包括地缘政治 商业和个人事务 而且日报 如果马斯克·川普这样子 他们会在威嚼上会有突破 才不说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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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但是 Moscow in secret conversation sertes beneath 2100天 在公共事业 所谓 习近平花了几天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秦州 顺目中的海神地位 如果马斯克 川普这样子 他们反而会在威嚼上会有突破 以下是报道内容 马斯克今年成为唐纳德 特朗普 特朗普斯 而福斯奥指 他们特朗普 特朗普 继续活动的重要支持者 如果他获胜 他可能会在特朗普政府中 找到一个角色 虽然近年来 美国及其盟友孤立了普京 但马斯克的对话 可能预示着 与俄罗斯领导人的重新接触 并加强了特朗普表达的 就乌克兰战争等中党断层 达成协议的愿望 与此同时 鉴于普京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之一 这些接触也引起了 本届政府中的一些人 对官员的潜在担忧 马斯克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 建立了深厚的商业联络 使他对美国一些 最敏感的太空计划 有了独特的了解 因应斯多林和乌的SpaceX 在2021年 领得了一份价值18亿美元的 纪念合同 是五角大楼和美国 宇航直的主要火箭发射器 莫斯科安全时刻 允许他访问某些激励资讯 Fly100说 如果川普能赢 马斯克会是一大功臣 实验说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争活动中 马斯克谈到了政府透明度的重要性 并指出了他自己的政府秘密的访问 我确实有最高机密实验 但是我不得不说 就像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事情一样 他们之所以保守最高机密 是因为他太无聊了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我们不评论任何个人的安全时刻 审查或状态 也不评论关于任何个人行为的报道中的 人员安全政策系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政府面临着两难的经典 因为它如此依赖这位伊万福文的技术 SpaceX将重要的国家安全卫星收入轨道 使美国日航局一号的公司 将日航越往返国际空间站 他们不喜欢它 这位人提到马斯克附近的联络人数 然而跟人士表示 政府尚未就马斯克可能违法安全规定 发出任何警报 叶青说可能会入阁 实验说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公与马斯克 唯一的沟通是一次电话 他和普京在电话中讨论了空间 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技术 除此之外 他说 无论是普京还是克里姆林公的官员 都没有与马斯克定期交谈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位女发言人称 马斯克是一代人一次的行业领导者 另点是我们脱色的联邦官僚机构 当然可以从他的想法和效率中受益 至于普京这位女发言人即使说 在竞选中 只有一位候选人没有入侵另一核国家 那就是特朗普总统 长期以来一直表示 他将透过强有力的外交政策 重建和平 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并结束乌克兰战争 老万说 你让四两拨千金大师陈小旺 给徐晓东表演一次 问他为什么被徐晓东骂成这样 只能做缩头乌龟 实验说 上个月美国司法务这一份学誓书冬表示 Kirchanko建议了大约三十塔斯 WOF 左朝Politics National Security U.S. accuses Russia of spending millions to influence U.S. voters B.513.9 Tanking 那article 英联个网际网路塔斯 WOF 左直 KarPolitics National Security U.S. accuses Russia of spending millions to influence U.S. voters B.513.9 Nantite WOF 英来域名来传播俄罗斯的虚假咨询 Okua Master 那一名旨在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援 并在总统选举前操纵美国宣令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后 瓦斯克首先发表了支援基辅的强力公开宣告 他在当时仍然被称为推特的推特的推特 施出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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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状女朋友 表彻是乌克兰国企 不久之后 他开玩笑的挑战途径 就该国的乌克兰语名称 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随后他向乌克兰捐赠了数百个斯大林冲端 截至7月 列有15连个终端未被俄罗斯袭击摧毁的该国大片地区提供两倍广地网络接入 那年晚些时候 马斯克对冲突的看法似乎发生了变化 9月 乌克兰军事特工无法使用 沙文恐怕领导海上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自2014年以来占领了黑海半岛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海军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Taxworth 他母罗内部转集了带身 warfare Ukraine Russia 其则这白反 马尔之后因为乌克兰试图说服马斯克在该地区启用1930服务 但这并没有发生 Fly100说至少比班农私通好多了 10月说与此同时 马斯克越来越多地在推特上表示 他正在完成购买 SpaceX正在为航战楼的运营提供资金 从而亏损 2022年10月 他要求他在靠向我粉丝 这条和平之路进行投探 这反映了克里米亚公当时向乌克兰提议的某些报名 这些条件包括俄罗斯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在北约之外保持中立 他还明确表示 乌克兰应继续允许向克里米亚公属 这个问题在战前一直是克里米亚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位现任和一位前任情报人士表示 自那时起 马斯克和普京一直保持着联络 直到今年 马斯克开始加强对美国对乌克兰军事严重的批评 并参与特朗普的精神活动 同现 2022年秋天 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欧亚基塔的创始人 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在推特上写道 马斯克告诉他 他已经与普京和克里米亚公关员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 他写道 他还告诉我克里米亚公的红线是什么 白毛在给订阅者的时事通知中写道 俄罗斯加转达了普京的资讯 其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会确保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中领 并将以核打击来应对乌克兰入侵克里米亚 奥巴马写道 马斯克说是要做一切事情来避免这种结果 弗埃100说 马斯克一个私人财务顾问就是个俄罗斯人 是个世界扑克比赛冠军 之前有报道是FBI一直在盯着这个人 怀疑是俄罗斯间谍 老万说 四两拨千金大师主要看弹幕 四两拨千金 太极大师陈小旺身体向堵墙 九名羊大汉推不动他 逼里逼里 HTTPS B23TVHMIG 鱼马说 这种骗子可不止在中国有 谁说华尔地预报 这报道很呢 鱼马说 你不能因为陈小旺一个人 去全盘否定中华武术吧 马尔布伦依说 真够工党的 老万说 啥骗子 陈氏太极拳 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陈小旺不是中国人了 是澳大利亚人喜极而泣 鱼马说 名不负实 是又怎样 就算他获得国家认证 也不能说明他不是骗子 现如今翻车事件还少吗 陈大厨说 魔术还是非疑呢 你理他干嘛 老万说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如果我说他是骗子 无数人来对我喜极而泣 石叶说 川普阵营以组建 以身边信任人士为主的 政权移交团队 包括副总统候选人 但斯与川普的爱子 小川普与埃瑞克川普都入列 那也说 川普不搞五湖四海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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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马说 功夫也不能只用战斗力强弱 来判定好坏 输了就一文不值 叶青说 只能说这个人的技术不行 这与物理逻辑推理无关 鱼马说 所谓的非疑更多的 是为了保护这种文化 并不是说 获得非疑传承人 就最能打 Zimon说 Accomplished Experienced 都是过去分词 一语双关 可以搞寡头外交 天线说 对啊 当年杨丽一句 男人都是垃圾 让多少老爷们愤怒 表演了杨丽批的 谱信男的种种不堪 我当时觉得搞笑 你说说 你们上网骂杨丽 来证明杨丽段子里没说错 这不是典型的高级黑吗 黄JXANY说 国内的不是胡扯 社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国内脱口秀 是少数可以让国人解压 润滑社会摩擦的一个节目 和海外的根本不一样 因为各种脚本都很小心了 天线说 民姐 下次用中文解释一下 国内搞喜剧的不容易 最后都搞成相声了 就是拿自己 搭档 从业者开玩笑 就一句作风优良 能打声仗的调侃 竟然能让一个行业 消沉两年 黄JXANY说 因为能说的太少 所以只好各种刁钻的角度找段子 天线说 班长想想自己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容易了 玉玛说 可以说的东西挺多的 比如于谦的媳妇 于谦的父亲 于谦的母亲 于谦的兄弟 黄JXANY说 就像国内的RAP跟国外也是两回事 虽然我欣赏不了这种音乐风格 谁说 多一点娱乐 少一点真谨 黄JXANY说 郭德纲自己都说了 相声完了 他的路数出来后 后面很难再吸引更多 或者迭代更新 相反 脱口秀是相对年轻人喜欢的 没那么多黄段子 是的 国内精神娱乐太少 黑下话现勒说 这是什么逻辑 骂男的都是垃圾 完了 只要男的说话了 就表现出了普希男的所有特征 那感情男的就不能说话呗 我看这个逻辑 是不是也正好符合说明了普希你的所有特征 天线说 对 就是像您这样逻辑清晰的 当年在网上没少讲逻辑 讲道理 黄JXANY说 杨厉这种有点像同性恋傻的感觉 黑下话现勒说 没办法 讲不过你们的 薄欣说 哈哈哈哈 黄JXANY说 大家喜欢的能接受的笑笑就好 要是去叫真 那就会让所有人都不舒服 黑下话现勒说 你们还是厉害 普希男这个词 你们算是把它发扬光大了 薄欣说 我经常没有办法 但是心态好 天线说 好多人吧 在他的生命中 就没有幽默和玩笑的部分 一辈子可正经了 而且觉得其他人也得一样正经 黄JXANY说 更不用说 国内这些短视频 为了吸流量 经常挑拨男女矛盾 很恶心 薄欣说 那特么八成假正经 真正经有 非常少 黑下话现勒说 好多人吧 在他的生命中 就都是自以为的幽默和玩笑 还最喜欢嘲讽别人开玩笑 一辈子可开玩笑了 还自以为所以的人都得跟着他一起附和 笑的在地板上打滚 天线说 你说说 我批啥吧 就有人表现啥 真是想睡觉 有人递枕头 难道真是因为我是班长 比如 这位海陆同学 刚才我夸他逻辑好 他就给你来断逻辑混乱 黑下话现勒说 我不怕表现 再表现也表现不过有些人 可能真的因为我只是个群众 天线说 这段想按照我的逻辑方式去批判我的逻辑错误的 反而是犯了个基本的逻辑错误 应该请喜欢学习的小伙伴们 好好研究一下逻辑错误是啥 将来尽量避免 行了 到这结束了 这基本上再聊下去就是网络互殴了 叶青说 其实吧 一人搞笑而已 没必要上纲上线的 现在的社会对立与批判太多 应该再多些包容 10月说 习近平不安 今天之变即将到来 瓦斯科与土地的秘密 特朗普当选 世界版图改型 哈里斯当选 平成更多保护点点 今天是2024 1025 黑下话现勒说 我也不说了 没啥意思 这个话题就是一坨事 谁捧着都不会香的 笑的在地板上打滚 10月说 习近平不安 今天之变即将到来 马斯克与土地的秘密 特朗普当选 世界版图改型 哈里斯当选 平成更多保护 点点今天是 2024 1025 他自 HOMFC FDSLY0DC SICOMO WIFE 90 K49 天线说 问题就在于包容嘛 我就觉得 教育要先教这个 再教幽默 然后社会就和谐了 程大厨 说 是的 班长但凡少看点脱口秀 现在至少 已经是排长了 Maya Berlin 一说 轻松点 幽默是天生 认真也是天生的 培养不了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们觉得我平不平 戴着微笑眼睛的鹿齿笑脸 杨娃娃说 国内蛮有名的网媒 阿里投资的 离祖国太远了 啥都不知道 天线说 我觉得是警长 而且正直 肯定是个好的正警长 黑下话 现勒说 其实已经是很幽默和包容的 又没有抱啥粗口 又都是点到为止 相当和谐包容 叶钦说 包容说起来容易 实际上有时需要强大的内心 甚至国际政治也是一样的 发达的时候 就呼吁贸易自由包容竞争 骆驼的时候 就要闭关锁国贸易保护 人心与国家都差不多 皆同此理 玛尤波伦依说 虎秀 心油猛虎 细秀强威 玫瑰 陈大厨说 能抓老鼠就是好警长 克里斯马逼五 实际说 多点产年午夜产 天线说 别的不说哈 我党领导们 要是都会点幽默 中美关系 比现在能融洽不少 所以说 幽默有利于经济增长 去吃你的红土吧 陈大厨说 长者逼五 杨娃娃 说 为什么民主党人 这么恨马斯克 比如盖茨 拜登 都不给他好脸 生生把他推进 穿穿怀抱 叶青说 too simple naive 老万说 主要是媒体在帮民主党人攻击马斯克 只要支持川普的都是计坏又蠢的耐脆法西斯分子 黑下话先勒说 一语点破 为什么是午夜厂哈哈哈哈 午夜厂应搞尽搞 让有剩余精力的晚上好好去找点事做活动活动 杨娃娃说 没讲到点子上 那为什么媒体要攻击马斯克 他早先并不支持川川 硬是被推过去的 马尔布伦一说 虽然盖茨和拜登不在一个维度 但他们都相信普世价值 马斯克则不然 Zimon说 可以再性感一些 at least mentally 喜极而泣 杨娃娃说 杨过其实吧你 大嘴巴了 老万说 最近两天的新闻就是纳粹 法西斯 希特勒 杨娃娃说 也为价值观问题 感觉不出来 觉得马斯克还好吧 除了他反对变性人 老万说 现在民主党把竞选的主旋律 并调成反希特勒 HTTPS www.talkingpod.comnews232100 and 11202410251024472.html 杨娃娃说 打住吧你 哈利斯不过是把捡来的子弹打出去而已 并没有定掉反那罪 理解错了 我就是纳闷 为啥民主党人这么讨厌马斯克 说的是早先哈 现在当然是恨的不行了 帮穿穿帮的不行了 老万说 你自己玩去吧 玛雅布伦一说 这可能就扯远了 和党派无关 马斯克天马行空 戴茨不喜欢 人以群分哈笑到流泪的脸 乔布斯曾说 戴茨就缺点而狂气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啊 原话好像是 戴茨如果磕点药 那缓了滴 杨娃娃 说他本来是民主党 老万说 在民主党眼里 马斯克买下了推特 并把推特从民主党的宣传机器 变成了政治谣言发动机 杨娃娃说 拜登也总是对的 老万说 如果推特还是民主党机关媒体 民主党不会如此恨马斯克 杨娃娃说 推特也并非就是民主党的机器 也为你支持共和党吧 老万说 现在叫X 大概有中文浅肤色的中指的意思 杨娃娃说 不认为跟马斯克买X有啥关系 这都后来的事了 一夜下话献亏说 对于打赢马保国的人当然无用 但对于马保国自己 不是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吗 老万说 我支持共产党 一夜下话献亏说 我们是人 人一定有自己的弱点和错误的认知 辩论最重要的地方 不是能让我们更快认识到这些错误吗 杨娃娃说 未必如此啊 有的人辩论是要证明自己强 有的人是防止老年痴呆 目的各有不同 通过辩论找到自己的错误的人很少 基本是圣人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假如叶子在六度世界里吹嘘 我是六度世界知识最圆博的人 您同意不同意 然后冒出来一个大厨 啪啪啪给我指出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等等错误 叶子也没有伤害谁啊 只是哑口无言而已 那下次举例 要不要把叶子拿出来考一下 咦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呀 一旦辩论 就会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 不是吗 杨娃娃 说 装死 顺便表扬自己哈 你说 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我也同意 爱谁谁啊 吐舌头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